新年好,不要叫我小胖子,你们的Panama来了哟 大家好,谢谢你们平时的支持,在住这一年你们过了幼稚还有开心的 那么日本的新年是按照样例来的,对我们来说原来是很重要 一般的话我回国和家人就在一起过的也多,但是还是有疫情 美国也不方便,虽然今年在上海已经2021年了 那么我拍视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跨年是什么样子,那就开始了 该比红酒 今年到朋友家和几个朋友记起来跨年,我们准备红酒送给朋友 出发了,在中国12月31号是一般工作日,不过还是2020年最后一天 行假或早点下班的多吗? 四点钟已经有点多了 今天吃熟悉锅,除夕家里人多,吃日本火锅或熟悉锅的比较多 吃呀喝呀,聊到深夜,还是和朋友吃饭太开心了 日本最受欢迎的年末节目是红白歌河站 还有一个搞笑节目叫《不许笑》系列,你们是哪一排? 乔曼面比其他面条容易断 台词是吃过年乔曼面,把旧年的坏事都断掉吧 1月1号早上,赶过去花园饭店 正在花园饭店,就感觉到日本的过年的感觉 为什么要来这里? 就是要吃日式年节菜叫玉节料理 所用在的各种材料里寄付了家人健康 家庭幸福,以及子孙心旺等等愿望 做玉节料理,又难又辛苦 很多日本家庭提前买好专门店的 中国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花园饭店尝试一下哦 吃好聊好,多幸福的元旦 1月3号到龙华寺而今年首次参拜来 这边是上海南量场之一 不带现金 买不了 买不了,清香 清香对吗? 记念香,没办法买了 哎呦喂,真遗憾 也在想想就知道功德应该要现金的 今天这一年都很健康 都开心 好吧 到春节再来,重新再参拜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还是和中国的跨年不太一样吧 如果觉得好看我很高兴 请给我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吧 好吧,那么到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